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我们不仅仅只是在展会上临场发挥好就会有一些订单或者有一些收效了 我们还需要做一些准备 那么在展会之前我们需要做哪些准备呢 在竞争一场激烈的参展环境下 我们不仅应该守住歹徒 更应该主动适机到这个展会上的所有客户 你根本不清楚他是否会下单 特别是某些行业 所以主动交览客户比较好 碰到在你们展厅停留时间较长的客户 我们就应该初步谈明他的意向 比如问他参展的目的是什么 需要哪些用途的产品 或者是需要一个怎样的产品 当了解到客户对样品感兴趣 或者是有明确的需求的时候 我们就应该邀请他入座戏盘 那么戏盘中难免会遇到一些问题 该如何去应对呢 价格问题呢 是不可避免的一个面打问题 特别是意向客户跟你讨价玩价 首先如果可能的话 我们应该清楚 客户现在用产品的厂家 还有价格 以便于我们推荐更合适他的产品 或者是根据数量来接提报价 针对那些在展会上改价 改来改去的 我们就应该把他们归结到意向客户 就给一个价格范围参考 后期深入交谈 谈论个性中 如果客户问到了交期的问题 怎么去跟他回复呢 交期呢是根据数量而定的 在一般常规产品呢 我们是有库存的 所以一般到款三天之内就可以发出 当然国外要根据定仓时间而定 如果客户有一些特殊的定制要求 那我们根据生产式情况而定 那我们常规的包装 我们常规的包装呢 是25公斤一包 如果客户有特殊定制要求 我们也是可以接受的 还有一些就是参数的问题 比如说一个20尺的柜 我们这个产品是可以装16.5吨的 一个40英尺的柜呢 我们是可以装25吨的 展会时间很短暂 因此在展会期间 所有的交谈都比较仓促 如果有机会的话 我们请在邀请客户到我们的工厂 进行参观 小谈 在展会期间呢 一定要控制好和每个客户交谈的时间 因为展会上每接待一个通过 就是一个机会成本 我们要尽可能地运用机会成本 来寻找更多的客户 最后我们邀请您参加 2021年中国国际地面材料 及服装技术展览会 期待您力领我们的展位 15K16 欢迎认识便宜 欢迎订阅 еры 新闻 南娱 25-16 华 寇